入主是什麼 這是你的那個小橘橘 然後你知道小鋼豬嗎? 小鋼豬 他把你的皮皮補開 把小鋼豬丟進去 一顆一顆的丟進去 你的小橘橘旁邊都有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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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鋼豬 不太久會變成爐豬 這個就這樣子喔 不要再問了 小鋼豬 欸真的很難過啦 你們真的不懂 我們這種小鋼蛇的心情 我讀那個志工系裡面真的沒有女生 它是我人生中唯一成功一個 真實世界認識教導的女朋友 你不懂那個心情是有多麼的悲壯 在一個超級鋼蛇的人眼裡 那是多重要的事 所以我其實很能理解二代為什麼那麼鋼 因為我當初也是這樣子補 因為你就是一個打電腦的臭宅男 你要認識女生已經很難 好不容易有一任女朋友了 因為他還消失在你面前 然後好像還是你的鍋 因為你不幫人家親螞蟻 然後就分手了 聽起來就像是我的鍋 你簡直比火雞三明確還要沒腦袋 清醒一點 第一任教會了我 做人要有耐心 第二任教會了我 感情是可以轉移的 我想想第三任叫什麼 呃 他教會了我 男生 也是需要打扮的 你的外表 衣裝 糖頭那些都非常重要 代表你一個人的氣 你不能心裡想 我就這樣 我就做我自己 你會喜歡我就要喜歡我 不能這樣子想 這樣子想是追不到女生的 你還是要把你打扮得好好的 就 看起來乾乾淨淨的 不要髒髒邋遢邋遢的 不要衣服荷葉邊啊什麼的 鞋子穿 咖啡色咖啡色灰灰的啊 那種護鞋啊 麻繩理工鞋啊什麼 好著喔 你不要穿登山節去夜會啦 夜會喔 喔我跟你講喔 你穿登山節出門喔 等下一看就知道你臭宅男喔 掰掰囉 再見囉 下一集喔 我們今天很開心喔 但是我們以後不要再見了 不好意思喔 普通運動鞋可以嗎 可以吧 你就穿一些正常的牌子的鞋子 就是正常大家都知道 大眾牌子的鞋子應該都可以 然後不要髒髒破破的 然後不要怪怪的 比如說你不要穿 螺絲的籃球鞋去夜會 這也是GG 大概率GG 因為女生也不會懂你 那什麼籃球鞋到底有多少錢 除非你是球鞋愛好者的女生 你盡量你去看一下韓國潮男搭製 韓國潮流男生都怎麼穿搭 穿那樣就對了 你的成功率就會比較高 因為那就是好 簡單好看 你不用花俏我不用花很多錢 你就是穿簡單圖書好看 或者是你可以練個肌肉 也是加分 肌肉男真的不行 那是你這個年紀不行啊 小時候我也覺得很噁心啊 我13歲的時候也覺得肌肉男超噁 媽念肌肉是人是有病對不對 一塊一塊的好噁心 長大的時候發現肌肉男好帥 他那個是一個擔當 就女生就會開始投射 如果自己有小孩 小孩需要被保護的話 那肌肉男的男生就是比較屌 而且重點是可以火車變 至少不要讓你的體態很醜啊 你比起一個 好就算沒有肌肉 沒有六塊肌 沒有很明顯的肌肉 但至少看起來有在運動的身材 絕對比一個 抓在這條前 這個肚子大大的 超級魯蛇好 超級肥仔好 除非你很有錢 你很有錢女生就不管 有不笨的女生就不管 主播要不要先練身體力行下 哇 被嘴了被嘴了 我以前也是有一點小肌肉 飛就沒了 以前有啊 在沒有交女朋友之前有啊 我單身的時期都會練肌肉 一交到女朋友 就直接變大肚肥仔 所以 你如果看到我現在 我現在如果突然變得 有開始有擋肌肉 然後開始越來越壯 看起來臉線條越來越爽 然後脖子有出現 然後越來越帥 那就是我單身 真的啦 我是講真的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 可能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為這個 因為我跟我前女友 在一起的時候很瘦 他喜歡很瘦的男生 就是 比如說那種 就股 皮包股 他喜歡皮包股 他覺得那樣很酷 呃 日本 日本那種 花美男有沒有什麼 我二十三歲 二十三二十四的時候 我好才 六十公斤不到 一百七十五六十公斤不到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那有多少 我現在六十八 看別別宅了 唉唷 好像有時候七十欸 隨便啦 還用一個大肚子 然後那時候後來 我跟他在一起之後 就一直吃胖一直吃胖 我後來就吃到六十八 靠那走路走 我肚子 然後後來他就 女生雖然會說 這應該還好沒關係 但其實他在他們心裡 一直扣分一直扣分 扣到後面就沒分數了 嗯 每分數真的只有兩天次 你跟他有小孩 有結婚那也沒關係 那就繼續胖 沒結婚他就可以找下一個 等就沒了 交女朋友會變胖 有一個很大原因 是因為女生會很想吃很多東西 然後她吃了又吃不完 一直扔給你吃喔 你不變胖才有鬼咧 他就說欸 這個布丁好好吃喔 啊這個 那個也好好吃喔 這個 激風蛋糕也好好吃喔 他媽每個都點一飯 然後每個都咬一口 然後剩下都是你要吃 你胖才怪咧 到底要怎麼練身體 變了也沒用喔 怪我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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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 不是喔不可能 不可能怪 我只是講一下為什麼 有女朋友會變胖 高三陣可以吃偉哥 對對對對對 其實偉哥根本來就不是狀藥藥 他是那個 幫助你吸血管 呃 血管 擴張劑吧 讓你的血流可以流到全身的 一種藥 結果被人家 後來被人家發現 那方面會很有幫助 很傻眼 就這樣 要說吃偉哥的故事了嗎 我不瞞您說我還真吃過 好吃 吃的真的很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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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只要動一點色色的歪腦筋 你就感覺像回到十歲 馬上翹起來 很屌 那個真的很屌 可能是因為我們家的心臟 本來就有點問題啦 然後我又不愛運動 所以我的心血管一直都很菜 過了十幾歲那年紀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馬上翹起來 欸我那個超 偉哥超貴欸 我那時候真的是 我買一顆 我記得一顆兩千多還是 兩千次吧 很貴 然後你一次只能吃四分之一片 我才吃一個四分之一片 我整個就飛起來囉 然後剩下的四分之三 就不知道不見去哪裡了 已經很痛了 好不容易過年回家 A了一些零用錢 然後買了一個小小偉哥 然後 這四分之一片之後 四分之三就不見了 我後來翻箱倒櫃都找不到那十分之三 不知道是不是被我錢給我偷走了 偷一下給他爸爸吃 就不見了 難過 確實是有可能被螞蟻叼走欸 因為 因為我是放在那個我的床頭櫃 然後用衛生紙包起來 放一放就不見了 欸感謝你 我有入 problème 好喔 謝謝你乾爹 乾爹大哥 大哥 乾爹牛屁 乾爹 哈哈哈哈哈哈 他用30塊給我說他的入珠到底是怎樣 哇頂不住頂不住 哈哈 入珠是什麼 那是你的那個小橘橘 然後你知道小鋼豬嗎 小鋼豬 他把你的皮皮薄開 把小鋼豬丟進去 一顆一顆的丟進去 你的小舉舉旁邊就有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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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港主 然後就回變成爐主 那個就這樣子喔 不要問他不要再問了 你在發什麼神經啊 認真 我先認真跑一下 我先認真跑一下 全神灌注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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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碼外洩了 真的嗎? 密碼外洩了 外血改秘 外血 哈哈 他就想刷一點存在感 欸 傻鬼啦 223 4 5 4 3 5 6 5 6 7 5 6